老师你能看到吗 那很多那个聊天信息里 他们都是在对你说新年好 新年好 新年好 我在这里 那我在这儿露个脸 我说两句话开场白去吗 嗯 这有屋里 这么厚啊 三次 这一看主要是从外面进来 这是不是第一次公开直播 这个 线上的网友能听到吗 如果能听到的话 给在聊天室里回应一下 YouTube线上的网友 可以证明正常的 进来 在场的朋友请大家把这个手机调成 但是我们不等他们 不等 我看一下他觉得在 我看一下他觉得在 谢谢 都在给秦老师 金老师拜年 你把录像打开 7点半了 那我就先说一下 开放白 很感谢线上线下的网友们 朋友们来给我们捧场 这应该是秦老师第一次 在YouTube上做直播 对吧 今天是大年初一 这个特殊的时段 也很感谢大家来捧场 在我们的一些曲的朋友 可能看到了 秦老师也发了 新年贺年词 大寒和索句 冬去春江丽 希望大年初一 秦老师的这次直播和讲座活动 给我们大家一个激励 在新的一年里 我们圆满精进 一起加油努力 这次的直播 是视频直播 直播完了之后 我们会把直播的视频 在剪辑之后 上传到 秦川雁塔 官方频道的YouTube 如果大家不看直播的话 之后还可以再看录播 在场的朋友 很感谢大家 把实际调成静音模式 我们现在开始让秦老师 开始讲 秦老师这回讲座的主题是 反思百年前的第二波民主化 请秦老师开始讲 谢谢大家 很难得在这个 大年初一的这个晚上来 来参加这次的节目 那么我今天要讲的这个题目 是那个关于第二波民主化的 一些反思 其中包括世界范围内的 也包括中国的 那么什么是第二波民主化呢 其实简单点说 在中国就是从辛亥革命开始的 辛亥革命追求的就是民主 或者说共和 按照中共的说法 那辛亥革命是标准的资产阶级 民主革命 是不是资产阶级 我们目前不论 但是是民主革命 这个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就是走出地制 建立共和 实行民主 那么辛亥革命以后 中国的这个民主之路 一直不顺畅 很快就有两次伏僻 所以后来很多人认为 那个政治上的共和还不够 还要搞文化上的改造 所以就有了五四的新文化运动 五四新文化运动 大家知道我们现在讲的最多的就是民主 科学 从改革开放以来 我们一直讲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神 就是民主与科学 但是大家知道民主与科学 实际上四九年以后 就一直不是太受重视 那么五四以后 中国就逐渐逐渐走上了另外一条道路 从原来学习西方的 走自由民主 宪政共和这条路 逐渐逐渐就转向学俄罗斯 学苏联 逐渐就转向学列宁主义 那么共产党在1949年以后 对五四也有一个说法 说五四精神的核心是爱国与进步 爱国当然指的就是5月4号那一天的游行 因为5月4号那天的游行 的确它直接的诉求就是 不要在巴黎和会上签字 因为那个巴黎和会 把青岛给了日本 中国人都很愤怒 基于爱国的热情 5月4号那一天的游行 显然主题就是爱国 这个这一点是没有问题的 就是爱国反日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所谓的进步是指的什么呢 所谓的进步指的就是转向马克思主义 因为按照我们党员来的说法 五四形文化运动原来是一个就是民主主义的运动 或者说就是资产阶级民主的运动 但是后来就转向了马克思主义 中国人从五四以后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就等于是进步了 因为按照以前我们的说法是从资产阶级民主 转向了就是所谓的无产阶级革命 或者说是社会主义 马列主义这条道理 所以所谓的进步就是转向马克思主义 所谓爱国就是指的那个就是反对列强 这个民主与科学讲的就比较少 但是具体而言 现在按照我们现在的说法 大家知道五月四号那天的这个示威游行 和这个从1916年一直到1927年 延续几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 是一场成运动 这两个东西是有联系的 因为参加新文化运动的人 大体上都是支持五月四号那一天的游行的 但是新文化运动不是在五月四号那天发生的 也不是在那一天结束的 所以这两个有联系 但不是一回事 那么从我们现在看到的情况看 其实应该说五月四号那天的游行 是民主主义的 但是起最大作用的一些人 其实不是后来变成共产党的那些人 而是后来变成国民党的那些 是吧 五月四号当天游行的几个代表性的人物 就是那个学联的主席呀 那什么行动委员会的指挥呀 都是像那个 像那个学生会的主席段锡鹏 是吧 就是后来变成是 AB就是反布尔什维克 那个组织的领导人 不但是国民党 而且是国民党的右派 另外一个人 就是很明的 就是那个傅斯年 那也是 也是国民党的 最前面的那些人 后来都是国民党 共产 后来变成共产党的那些 新文化运动的那些人 也参加了 比如张国焘啊 邓宗煞啊 当时都是学生 但是他们起的作用 并不是最重要的 反而新文化运动 那个扮演主要角色的人 像陈独秀啊 大昭啊 鲁迅啊 胡适啊 这些人 除了胡适 除了以胡适为代表的 部分人以外 主要的那些人 包括高宇汉啊 也包括在各地里 像周恩来啊 这些人 五四新化运动的这些主流 后来倒是 真的是变成了共产党 尤其是新文化运动 现在一般来讲 它的代表性的杂志 就是新青年 新青年从1916年创刊 通常也被认为是 新文化运动的起点 但是 大家知道1921年以后 新青年逐渐就变成了 共产党的产业 对吧 也主要的资助者 也变成了第三国际 后来就 所以 包括陈独秀这些人 后来也都成了 那个 中共的 第一代 那么这里的确有一个 很有趣的现象 就是现在 49年以后 我们说五四的 主题是爱国 真正5月4号 5月4号那天的事儿 我们一般把它叫做小五四 从1916年到1921年的 那个新文化运动 或者说 叫做启蒙动 我们把它叫做大五四 大五四是讲民主与科学的 但是大五四的那些 主要的骨干 除了胡适一样 很多人后来都成了共产党 那么共产党人掌了权以后 反而不太讲这个民主科学了 反而讲 反而开始讲 爱国 把这个爱国当作 五四的一个主题 可是5月4号那天 真正5月4号那天 那个爱国游行呢 头面人物又都不是 后来的共产党 又都是后来的国民党 所以这个里头 的确是有个很有意思的事 但是不管怎么说 中国从辛亥革命 开始要求民主 共和 自由 人权 这些东西 但是到了 五四运动 逐渐逐渐转 共产主义运动以后 这个运动的主流 好像就发生了 那么也就可以说 我们这里讲的第二波民主化 在中国 好像就 就走向了另外一条路 那么 这个为什么会导致 这样的结果呢 辛亥革命中 为什么会从学习西方 变成学习俄国呢 过去我们一般都强调两件事情 一件就是什么 毛泽东讲的 十月革命一身炮像 给我们送来了 马克思列宁主义 十月革命对中国 有很大的影响 使中国人知道了 使中国人知道了 列宁 还有一件事 就是1919年的巴黎和会 1919年的巴黎和会 大家可能也知道 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 处理战后问题的 那么中国作为一个战胜国 也参加了这次会议 但是这次会议 中国可以说是没有得到什么 反而是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 中国虽然也是战胜国 但是德国在中国的青岛和交际线 就所谓的山东权益 占败国德国的权益 并没有归还中国 而是给了另外一个战胜国 就是我们现在在的日本 那么中国人是非常气愤的 那么很多人说 就是因为这个十月革命 是我们知道了一条俄国的 列宁的道路 再加上巴黎和会 使中国人感到受了西方 受了西方列强的欺负 因此中国人就学西方了 就开始学俄国了 这两个事情呢 其实都是大有研究的 关于巴黎和会是怎么回事 我这里就不多讲了 因为时间不够 当然我在走出第一次这本书里头 也专门有一点 也是专门讲这个问题 给大家可以去看 简单一点就是 巴黎和会的确对中国是不公平 但是这个不公平没有几年 因为1919年的那个 那个巴黎和就是那个法尔赛 那个体系关于远东的那部分 除了中国不满意以外 美国也不满意 这个中国是没有字 美国是代表签了字 但是国会不批准 所以这个事情其实没有搞成 后来到了1922年 为处理这个遗留问题 又开了一个华盛顿会议 那么华盛顿会议是美国主持的 九国会议 就是专门处理 这个亚洲太平洋问题的 那么这个会议就等于 把巴黎和会这个事情给翻过来了 就是不仅把交际铁路和青岛 都还给中国 而且还把明初以来 日本对在中国的权益 包括什么民事条约 21条这些东西 全部都给走了 这个是使得美国 这个是使得日本和美国的关系 急剧恶化和西方的关系 也急剧恶化 以至于最后发生第二次世界大战 是很有关系的 也就是说 巴黎和会 的确对中国不公平 但是这个不公平 其实并没有落实 因为后来的华盛顿会议实际上是纠正了 巴黎和会的不公平 所以如果说中国是因为巴黎和会而发生转向 那到了华盛顿会议以后 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了 为什么中国人现在只知道巴黎和会 不知道华盛顿会议呢 这个是个很大的问题 华盛顿会议在日本的反应是非常强烈的 因为日本人认为他们受到了启齿大辱 不仅日本右派对华盛顿会议有意见 连日本的左派对包括三川军这些人 都对华盛顿会议很有意见 而在华盛顿会议上起主要作用的 就是纠正巴黎和会错误的就是美国 因为那是在华盛顿开的 但是为什么它就没有造成中国继续学美国 而是要去学俄国呢 所以这个是另外一个问题 我就不打算多讲 那么第一个问题 就是十月革命医生炮想 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的这个问题 那么其实已经有很多人也已经指出了 从现在的研究看起来 独秀这些人对十月革命的反应是非常晚的 十月革命在1917年发生 实际上后来的一年多 陈独秀没有对俄国的事件说一句话 我后面就要讲到 实际上他对十月革命是非常反感 一直到1919年才发生了变化 这期间有两年的间隔 那么后来他为什么对十月革命很感兴趣呢 不是十月革命使他知道了列宁主义 而是他们成为列宁主义以后 才听进去了那一声炮响 就是他们后来变成列宁主义者了 就知道十月革命原来那么重要 但实际上在当时十月革命发生的时候 他们还不是列宁主义者的时候 其实他们根本就没有听进去那声炮响 而且对十月革命实际上是非常反感 但是如果说 陈独秀对俄国革命很感兴趣 这并不是错的 俄国革命一声炮响 立即引起了他们热烈回应 这件事情不是没有 只是这里说的俄国革命不是十月革命 而是在八个月前爆发的 吹翻撒谎宣布民主共和的二月革命 我们知道俄罗斯在1917年二月 当然我这里讲的二月指的是俄历的 实际上应该是三月 就像十月革命实际上也是发生在 公立的十一月是一样的 那么1917年的二月 俄国发生革命 俄国的民主派自由派推翻了撒谎 建立了共和制度 就是实现了民主 对吧 那么这个 陈独秀对这场革命 确实反应非常敏捷 革命以后几乎是第一时间 大概就是在12天以后 他就表了一篇文章叫 俄罗斯革命与我国民之觉醒 予以大声赞扬 那么有些人就说 夸奖二月革命 好像和夸奖十月革命 区别并不是太大 对吧 因为按照俄国人的说法 二月革命和十月好像是 一场革命不断深化的结果 按照他们的 那个教科书上的说法 说二月革命 是资产阶级革命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民主革命一深化 就变成了社会主义革命 是吧 就像现在讲中国 说是1919年 1911年的辛亥革命 民主革命 到了1949年 就变成社会主义革命 这两者好像也是 有联系的 是吧 不过很有意思的是 中国辛亥革命和 1919年相差了三十几年 但是俄国只有几个月 如果按照教科书的说法 是吧 就是那个 二月革命以后 仅仅八个月就发生了 十月革命 当然这是苏联教科书的说法 实际上按照真正的历史事实 是什么呢 真正的历史事实 是十月革命是 就是针对二月革命来的 是吧 就是二月革命建立了民主 十月革命取消了民主 是吧 这两者是完全是对立的 所以陈独秀大战二月革命 是吧 他的立场 其实现在看起来 简直可以说是彻头彻尾的反列宁 是吧 和后来列宁主张的那一套 不仅不一样 而且是截然相反 怎么这样说呢 因为 大家知道列宁对 当时俄国参加的第一次世界大战 持非常极端的反战 反对态度 他这个反对态度就不能说是反战了 因为所谓的反战 一般来讲是主张和平主义 是吧 就是我们主张打仗 我们在议会里头 投战争预算 战争预算的反对票 是吧 我们主张所谓的 俄国当时有个说法嘛 叫做不格力不赔款的和平 是吧 就是我们就不打了 就回到原来 不是这样的 面临当时对俄国参加一战 持极端的反对立场 他不仅认为这一战是狗咬狗的 帝国主义战争 协约国同盟国双方都毫无正义可言 而且认为撒谎俄国参战 更是反正义的极端 因为撒谎俄国又是欧洲最反动最落后的国家 从马克思开始 欧洲的左派都是这样看的 我在很多地方都讲过 马克思那一代的欧洲左派最喜欢的国家就是美国 最仇恨的国家就是俄国 是吧 这个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和现在所谓的左派正好是倒过来的 是吧 那么他们认为 俄国参加一战那更是毫无道理 是吧 那更是很反动的 是吧 对俄国 内宁这些人不仅是一般的反战 甚至都不是和平主义的 内宁大家知道有两个很有名的口号 一个口号就是把帝国主义战争变成国内战争 是吧 也就是说他们不是反战 但是他们要在俄国后方搞叛乱 是吧 要把俄国搞垮 是吧 也就是说不仅仅是一般的说要停战 是吧 是那个沙皇在前方对外作战 叫做帝国主义战争 然后列宁鼓吹在后方搞起义 是吧 就是所谓的把帝国主义战争变成国内战争 第二个口号就是 是本国政府在帝国主义战争中失败 是吧 这个就不是说什么停战而已了 是吧 俄国就是要打败仗 所以他提出这个口号 当时在那个俄国左派中啊 连托洛茨基都觉得很惊讶 说你说要让俄国失败 那不就等于说让德国胜利吗 是吧 你在一战的情况下 俄国和德国打仗 你说要让俄国失败 德国胜利 那俄国人能接受呢 是吧 后来 那个列宁就说 在当下 主张 谁主张爱国主义 谁就是反革命 是吧 就变成这样一种 是吧 所以这个列宁的特点就是非常仇恨一战的 是吧 但是 李大钊 陈独秀他们 当时都是极力拥护一战的 是吧 极力拥护一战就是 非常支持中文家协约国 是吧 他们都把第一次世界大战 或者当时没有这个说法 当时叫欧战 是吧 因为没有第二次 也就母国第一次嘛 所谓第一次世界大战 是后来才有的说法 那个时候只有 那个时候的说法就是欧战 是吧 他们认为欧战 是民主战胜专制 公理战胜强权的正义之弹 他们看来 同盟国方面 德国 奥匈帝国 土耳其和保加利亚 都是反动的专制国家 而协约国方面的 英国 法国 美国等等 都是民主国家 所以欧战 这是陈独秀的原话 欧战关系到 君主主义与民主主义之消长 侵略主义与人道主义之消长 协约国代表 民主与人道 是正义的一方 同盟国代表 君主与侵略 是反动的一方 他们都是积极推动 中国加入民主阵营 就是协约国 中国要跟 那个美国 英国 法国 站在一起 而绝不能跟 那个德国皇帝 奥匈皇帝 什么沙皇 那个土耳其 苏丹 那些什么 保加利亚沙皇 保加利亚的国王也叫沙 也是沙皇 中国不能跟这些皇帝 站在一起 要跟这些民主国家 站在一起 打败这些 全世界的民主国家 联合起来 打败专制国家 按照 按照 陈独秀他们当时 对异战的理解 就是这样的 这个理解 其实一直到 巴黎和会 都没有什么变化 到了巴黎和会 他们才发生变化 所以在1917年的时候 他们一直都是 这么主张的 但是协约国中 有另外一个国家 就是俄国 他就很另类 大家知道 俄国是一个专制帝国 但是他是站在 协约国一方的 而且俄国当时 在战争中 表现非常糟糕 不是一败涂地 后来发生革命 也是和这点有关 所以我们谈到 俄国的时候 经常谈到一句话 叫做战争引起革命 俄国打得很糟糕 最后打败了 打败了 国内就发生革命了 老百姓就不满了 那么俄国 他是在协约国中 是一个专制国家 而且他打仗 打得很糟糕 那么革命的爆发 就有和这个是有关的 当时俄国国内外 都有人认为 扎尼古拉二是反德 是很动摇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皇后 是个德国公主 据说是清德派 而且这个皇后 很统信当时俄国宫廷中的 一个妖僧 就是一个东正教的一个 据说这个人 有很多神通广大的东西 在俄国的宫廷中 他没有任何官职 但在宫廷中影响很大 就是拉斯普京 拉斯普京 按照我们现在知道的 就是沙皇的那个儿子 他两个儿子 有比较严重的病 那个拉斯普京 据说是可以治这个病 所以就跟那个 什么皇后啊 都搞得 那个那个关系很好 而这两个人 据说都是反对 俄德开战的 那皇后就不用说了 那是他的娘家嘛 所以 从俄国国内外 都有人认为 尼古拉二世的皇后 是德国公主 她与妖僧 拉斯普京 专善朝政 与德国暗通款区 致使 俄国作战 俄国作战无能 俄国之所以打败仗 是因为他作为皇帝 和那个民主国家 是不一条心的 和那个德国皇帝 是暗中勾结的 讲的简单一点 就是那个 那个那个 沙皇是潜伏在 民主阵营中的 那个动摇分子 那个 陈独秀也是此种看法 陈独秀在这篇文章中 就明确的讲 协约国列强中 唯一 不是民主国家的俄国 作战不力 都是因为 君主制俄国的 清德派旧政府 与民主制的 英法等盟国 不能真正协力 他说现在好了 他说俄国发生革命了 这个沙皇被推翻了 而今俄国人起来 推翻了沙皇 使陈独秀大感振奋 他认为革命以后的 民主俄国 显然会更坚定的和其他民主盟国 团结一致 与一致战 而绝不会与代表君主主义 侵略主义的德意志 单独言和 他说原来的沙皇是动动摇摇的 但是现在俄国已经是民主的了 民主的那他就跟 协约国就成了清一色的民主国家 那他就会 他们就会更团结 以前一直有人担心 俄国战败以后会不会单独跟 德国构合 陈独秀这篇文章 而且后来俄国发生革命以后 这个担心的人还更多了 因为俄国发生内乱 就会影响他们对外作战 所以很多人就担心 俄国革命以后 是不是就打不下去了 但是陈独秀这个时候 就出来开胸扑 绝不会 说俄国发生民主革命 好得很 发生民主革命以后 他就跟英法美就更团结了 就更不会跟俄国去 就更不会跟德国去妥协了 当时有人担心俄国会因内乱 影响对德作战 陈独秀这篇文章 就是为驳斥这种说法而写 那么我们看到后来的十月革命 是一种什么样的呢 大家知道十月革命在这个问题上 恰恰是删了陈独秀一记响亮的耳光 实际上陈独秀的那种想法 的确符合1917年2月革命以后的 俄国民主派临时政策的一个主族的观点 俄国的那个二月革命以后的那个民主派的临时政府 它包括两部分人 一部分人是民主的 但是他们原来就主张反对德国奥地利 因为这些国家不仅是专制国家 而且跟国也有国家利益上的从事 这些人他们既主张民主又主张爱国 那么这些人他们是原来就是支持战争 还有一部分人 这些人就是民主派 专制国家的战争他们是反对的 也就是在沙皇发对德战争的时候 他们是反战判 但是革命以后的情况就不一样了 他们的这种主张叫革命护国主义 所谓革命护国主义就是一般的护国主义 就是我们要爱国 我们要保卫俄国 我们要去跟德国人打仗 这叫护国主义 但是这种人叫革命护国主义 什么意思呢 就是沙皇跟德国打仗 我们是不赞成的 但是俄国民主化了 俄式共和国跟德意志帝国打仗 那就是民主与专制之战 他们是赞成的 是吧 俄国革命 他们认为 沙皇与德皇争霸 以老百姓当炮灰 是不义的 但是俄国进二月革命成为共和国以后 协约国民主阵营 与德澳图堡君主们的斗争 似乎就有了正义 加上当时 这个战局的情况是 德军已经攻进了俄国境内 是吧 在发生二月革命的时候 俄国的德军已经打进了 那个波罗的海原案 是吧 当时是俄罗斯帝国境内 实际上就是战争是在俄国内进行的 那么他们认为保卫祖国就是保卫民主 就是保卫革命 所以叫革命护国主义 他们护的是民主的俄罗斯 而不是沙皇俄国 沙皇俄国打仗 他们不支持 但是民主俄罗斯打仗 他们要支持 尤其是民主俄罗斯 又是跟专制的德国打仗 而且又是在俄国境内作战 是吧 当时德国 因为俄国打仗打得很糟糕 当时德军已经打进了俄国 所以他们是主张保卫祖国的 而且他们经常讲一个类比 就是法国大革命 是吧 大家知道法国大革命以后 欧洲的那些君主国家 结成反法联盟 去打法国 结果法国就跟这些专制国家开战 后来法国对反法联盟的那些 反动君主的作战 是19世纪的欧洲左派 经常提到的一个案例 大家可能知道 马赛就和这个是有关的 法国义勇军去跟那个 那个反法联盟 实际上就是反民主 反共和的那个联盟作战 他们是用这个来看待 当时的俄德战争的 认为俄国发生了民主革命 德国想撲灭这个革命 那么我们当然是要去对抗 那么这个就是所谓的革命护国主义 列宁的一派当时是坚决反对 这种主张的 他们认为 列宁认为革命护国主义 与沙皇时代的爱国主义 意思就是这个革命护国主义 不愿意停战 列宁认为这是非常反动的 列宁当时提出的口号 大家可能知道吗 叫做土地与和平 或者说叫做面包与和平 而且还有个口号叫 现在就要和平 在没有停止 没有条约 没有什么的情况下 就要求俄国军队放弃抵抗 这个俄权要求俄国士兵 在前线跟敌军进行连欢 就是凡是反战的就是革命的 凡是主张打仗的就是反革命 而且当时主张士兵民主 就是号召那些士兵枪毙军官 然后跟德国人连欢 那么就是这样的 但是陈独秀支持俄国革命的出发 与俄国的那些革命护国主义 恰恰是一样的 和列宁是截然相反的 可是到了八个月以后 德国又发生了十月革命 这个十月革命恰恰是粉碎了他的预期 这是一场直接针对革命护国主义的革命 或者说是革革命的命 极端反战的列宁 坐着德国人的列车回来 推发民主俄国的临时政府 并且很快就抛弃了进步的协约国盟友 签下了屈辱的布列斯特合约 以格让半壁江山为代价 与反动的德意志帝国 单独购合 大家可能都知道这个事情就是十月革以后 1918年 列宁就跟德国签订了布列斯特合约 把当时的俄国最发达的地方都隔 包括整个乌克兰都隔让出去了 然后等于就是战败投降了 俄前答应给德国赔款什么等等 那么这不是删了陈独秀一个耳光吗 而且更可恶的是十月革命两个月 这里我要讲十月革命以后 十月革命那一天 列宁还说他们只是觉得这个临时政府 这一届临时政府不行 我们夺权了以后 我们仍然是临时政府 十月革命当天列宁发表的声明说 我们成立的是工农临时政府 我们这个政府的任务就是 第一是要解决土地和和平问题 第二就是我们要更快的召开 被原来的临时政府拖延了的全国大选 就是那个立宪会议选举 就是全俄的那个选举 他们说那个临时政府拖延选举 我们要搞这个选举 结果他们的确也搞了 1918年1月 俄国举行了立宪会议选举 就是全俄大选 可是这个全俄大选是在列宁夺权以后 由列宁政府组织的这个大选 列宁一派得了多少票呢 只得了24%的票 可以说是大败亏输 当时社会革命党一个党得到56%的票 如果真的按照大选结果 列宁得马上下台 但是列宁就是反正是只要他 赢输了他就翻脸不认人 然后就出动军队 就把那个选举产生的那个国会给推翻了 是吧 那么推翻以后 这个是叫做一月巨变 或者说叫做一月政变 是吧 那么政变以后 当时支持这个国会的人 其实很多都是左派 因为社会革命党也是左派嘛 当时那个必先会议选举 左派是占绝对优势的 但左派中间布尔什维克并不占优势 布尔什维克大家可能知道 当时只是那多社会民主党内的一个派别而已 是吧 那么当时获胜的就是得到56%选票的社会革命党 是源自俄国民粹派的一个 也是一个左派政党 但是列宁是 不管你是左派右派 他要当皇帝嘛 他别的什么派他都要 谁要跟我抢权 谁就要打水 是吧 所以当时很多俄国 尤其是工人 因为当时的工会也是有孟什维克控制的 是吧 所以当时俄国的工人 俄国的劳动群众 俄国的左派举着红旗 一到那个国会 到那个当时的那个塔弗利达宫 就是那个立宪会议所在地 就是俄国国会 选举产生的俄国国会所在地 去支持国会 布尔什维克的军队就开枪 打死了很多人 是吧 那么 那么 开枪以后 列宁就取缔了国会 宣布实行所谓无产阶级专政 是吧 就把这个民主也给推翻 是吧 那么这个就等于是把 陈独秀 比尔光伞的构想了 第一就是俄国的民主彻底失败了 第二俄国跟德国就是单独够合了 背叛了整个民主阵营 是吧 所以你想这个陈独秀 他该怎么反应呢 他刚写了这么一篇文章 他也不好改口啊 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陈独秀对此是错恶和震惊 是吧 以至于他迟迟转过弯来 在长达一年半的时间内 都对俄国的事态保持沉默 是吧 今天的研究者普遍认为 这个时候他对布尔什维克是有防恶之心的 这是唐宝林先生的说法 对那个一声炮响 就是对十月革命 比蔡元培都要更反感 蔡元培当时对十月这个是表示了疑惑的 而陈独秀的疑惑就更厉害 这是有道理的 当然一年半以后 陈独秀逐渐改变 最后完全改变了想法 那么他为什么改变 我后面再去讲 但我这里要讲的是什么呢 我这里要讲的是 1917年的陈独秀 对俄国的二月革命 二月民主 感到非常振奋 这并不是一件偶然的事 因为中国的辛亥革命 和俄国的二月革命 恰恰就是当时整个世界上民主大潮的 一个非常突出的事件 那么这里就要讲到第二波了 我们知道这个民主制度 我这里讲的是近代的民主制度了 或者说叫做 有的不叫民主 你也可以叫做别的 多党制 议会 宪政 议会民主 宪政 自由 都可以 那么这种东西 当然很多人说古希腊就有 但是在近代出现 当然它是有一个过程的 我们都知道现在 有所谓的美国 美国 那个 那个 美国 独立战争以后的 美国的国会 美国的宪法 有那个 英国的光荣革命 有法国大革命 等等等等 那么这个 宪政民主制度 在近代的发展 它显然是有起伏的 对吧 有大潮 也有落潮的时候 那么 在那个 苏联东欧发生巨变以后 那个 很有名的 森米尔亨丁顿 他写了一本书 叫做 第三波 对吧 他把 那个 苏联东欧的巨变 包括苏联东欧 之前的 南欧的几个 西方阵营的国家 像那个葡萄牙 葡萄牙 希腊和西班牙 是吧 这三个南欧国家 原来是 西欧阵营的 但是它是专制的 是吧 但是他们在70年代 也发生了 所谓 地中之春 是吧 也实现了 民主化 然后到了 然后到了 80年代末 90年代初 就出现了 那个 苏联东欧的 那个变化 是吧 把这个叫做 第三波 那么他把这个 叫做第三波 现在看起来 没有什么人 但是第一 第二波是什么呢 是吧 这就有问题了 那么亨廷顿的说法 带有很浓的一个 我称之为叫 数字挂帅 美国第一 是吧 因为什么 所谓的数字挂帅 它是把 选民的人数 那个选民的比例 占 那个 成年人的比 多少 他把它当作是民主的一个 最重要的标志 是吧 所以他说 第一波是从 1828年开始 这1828年 发生了什么事 大家学历史的 大概都不会注意 是吧 因为1828年 几乎所有的人 看来那一天 那一年 无论是美国 还是世界 都没发生什么事 但是 亨廷顿注意到 1828年的 美国总统大选 是 有选举资格的男性 超过了白人男性的 50% 他认为 这就是民主 是吧 那个不到50% 那就不是民主 是吧 到了超过了50% 那就是民主 从而使美国成了 第一个民主化国家 是吧 那么从1828年 就开始了所谓的 第一波 是吧 其实啊 如果说美国是 第一个民主国家 这或许是 或许不错 很多人也是看的 是吧 很多人认为英国 在这之前的 英国光荣革命 有选举权的人很少 是吧 虽然他是先 取消了王权 是吧 虽然说他是议会 掌了权 但那个议会 好像是 那个选民 并不是太多的 是吧 所以 也有人说 英国不能叫民主 是吧 那么美国当然是 第一个选民 人口多数的国家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是吧 即便成美国 是第一个民主国家 但是也没有谁 除了亨顶顿以外 会把美国民主的起点 放在1828里 因为从常看 几乎没有人认为 这一年前后的美国 发生了什么 值得一提的变化 而且如果我们只是看 选举权的覆盖率 是不是达标 那就很麻烦了 那纳粹德国和苏联 乃至今日的朝鲜 选举权都是百分之百的 是吧 都是实行了所谓的普选制的 只不过 他们的选举 没有任何竞争 是吧 百分之百的人 都可以投票 但是你只能投金山的票 是吧 你投别的票 那你就是反革命 是吧 就是 所以你如果说 你如果说 投票多的就是民主 那最民主的国家 就是朝鲜 是吧 就是那个 纳粹德国也是 是吧 纳粹德国也是实行普选 是吧 包括苏联也是 是吧 所以我觉得 这个数字挂帅是 当然民主 民主要求 这个有选举权的人 必须达到一定的比 是吧 你 中世纪有贵族民主 但是贵族民主 一般来讲 都不认为是 现代民主 是吧 现在民主还是 应该有比较多的人 但是你说 是不是越多 就越民主呢 是吧 我觉得民主 肯定是 自由选举 竞争性的 是吧 如果没有自由选举 没有竞争性的选举 你只是所有的人 都投票 是吧 那就像 上达姆时代 100%的人都投票 都投票赞成他 你说那叫民主 是吧 所以 是吧 这个 如果只是看选举权 覆盖率是不是达标 那后来的纳粹啊 苏联啊 今日的朝鲜啊 那都是途选制的 是吧 那如果是这样 那就根本就谈不上 民主曾经有过 所谓的谷底 是吧 那个亨丁顿说 民主后来又退潮了 那怎么叫退潮 是吧 那你就是按照他的这个说法 那纳粹时代都没退潮 是吧 纳粹时代选民也不少啊 是吧 只不过就是没有反对党了 就是 是吧 那这个怎么能 是吧 那如果你以选举 真正的竞争性 啊 租权 权力 自衡 是吧 就是三权分立 或者当然在中国又有人提出 四权 五权分立 是吧 不管怎么说吧 是租权分立 言论自由 公民劫社 参与和群体全界的形成 等通常公认的 一代民主特征 来说 甚至 如果我们从一个常识 是吧 就是只要不是专制的 不是国王说了算的 也不是少数的贵族 说了算的 是吧 就是所谓的贵族制 或者寡头制 或者封建制 如果不是 因为 大家知道 亚利斯多德 最简单的划分 是吧 他说 一个人统治的就是 就是那个专制 是吧 他说叫做君主制 是吧 少数人统治的是贵族制 或者叫寡头制 多数人统治的就是 就是大家投票的 那就是民主制 或者叫共和制 那么如果我们按照 那亚利斯多德的说法 不是专制 不是寡头 是吧 不是一个人掌权 不是少数贵族掌权 那就是民主 如果这个划分 那1828年前后的美国 乃至光荣革命后的英国 乃至大革命以后 多数时段的法国 以及19世纪中叶的一些 北欧地区的国家 是吧 像什么荷兰呢 荷兰应该说还是最早的 比英国光荣革命都早 那个什么联省共和 那都是很早的事 那么包括河南啊 包括瑞典啊 这些国家在 在那个19世纪中叶 都已经是民主国家了 是吧 你顶多说他们那个民主 还不是普选制民主 但是你不能说那是专制 也不能说那是贵族把头吧 而且我们知道 选民资格限制的逐渐放宽 是民主制内部的进步 也就是说你实现了民主 但选民资格 还有一个逐渐扩大的过程 即使是美国 也不是一处而就的 就算按照亨丁顿的话 1828年总统选举中 有选举资格的男性 超过了白人男性的50% 那还有非白人呢 那还有女性呢 如果加上女性和非白人 选民不也含不是 传体成年公民中的多数吗 也还是达不到50% 离普选制还是有距离 凭什么说这一年 美国就算是民主国家 1827年就不算 其实除了中世纪的贵族民主 像波兰 中世纪就没有专制的 只不过有选举权的人很少 还有地方像中世纪的威尼斯 长时期的就是共和制 还有些国家有宪政的萌芽 就像1215年的英国大宪党 我们把中世纪的萌芽都不算 就近代宪政民主而言 荷兰应该是第一个实践的 光荣革命以后的英国开始推广 美国 法国和北欧紧随其后 而且由于这些先进国家的经济文化的起飞 形成了示范效应 世界其余的很多地方都出现了仿效 他们的强大的浪潮 甚至连中国人知道民主 都是在鸦片战争以后不久 很多中国人就表示很羡慕 我曾经提到过像什么徐继瑜 什么郭松涛这些人 你说这个不是一个民主的潮流吗 实际上这股潮流啊 到了1848年形成了一个非常大的潮流 这就是我们现在通常讲的 所谓的全欧洲的1848年革命 当时整个欧洲几乎都出现了 那个反对国王啊 反对当时县城秩序的那个冲击 当然因为1848年革命比较激进 没有能够成功 但是宪政改革成了大趋势 所以如果如果十四求是地讲 我认为英国革命 因为在英国革命之前 只有一个荷兰嘛 荷兰也太小 我认为把英国革命到1848年大潮 视为民主的第一波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说第一波是1828年开始的 这个说法我觉得是不能成立的 但是在欧洲这个浪潮在1848年就退落了 1848年以后 当然这个和俄国也有关 因为1848年 马克思有一句话嘛 说俄国是欧洲的宪兵 当时欧洲不仅 当时俄罗斯不仅镇压本国的民主 也镇压全欧洲的民主 也镇压全欧洲的民主 大家知道他当时哪个国家 要搞民主要退翻国王 俄罗斯就出兵去干涉 包括那个什么匈牙利 非多非啊什么 这都是在俄国人作战中牺牲的 那么俄国是传欧洲最反动的势力 他也包括普鲁士啊这些 镇压了1848年的这个运动 那么欧洲这个浪潮在1848年退落 死后的几十年 应该说是第一第二波之间的谷底 民主作为政治实践 在世界各地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 但是民主的感召力和启蒙过程 却仍然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地 已存在 民主即使不是在高潮 即使不是在大潮期间 他也还是在 还是在那个潜移默化的在积累的 那么到了19世纪末以后 以德国的普选制 俄国中国出现立线运动为标志 民主政治又开始上升 德国是在19世纪末就实现了普选 而且一普选 左派就取得很大成功 社会民主党 取得很大成功 这就是使得恩德时候来说 那个俄国可以通过 可以通过民主走向 走向无产阶级解放 这个可能大家都知道 这是和普选制有关的 因为在19世纪很多时候 民主是要有 投票是要有财产资格的 那有财产资格的话 无产阶级就没有办法投票 你没有财产 那没办法投票你怎么捍卫你的利益呢 那当然只有暴力革命了 所以马克思那个时候是支持暴力革命的 但是到了有普选制了 那就不一样了 马克思甚至都说过 普选制就等于是无产阶级 按照这个说法 现在的世界各国都是无产阶级 因为世界所有的西方民主国家 都是普选制 那马克思的逻辑很简单 无产阶级是多数 那你一普选 那肯定是多数投票 那就是无产阶级投票 所以我觉得那个所谓 现在我们经常挂在嘴边 叫做资产阶级民主 这个词 马克思是用过这个词的 马克思用这个词的含义很简单 就是有百产资格的投票 那是资产阶级 因为你没有钱 你就不能投票 那当然是资产阶级 但是有了普选制以后 马克思恩格斯 从来没有说普选是资产阶级 那么好了 德国 美国当时也有 也已经有了普选制 而且在 我们大家知道 20世纪初期 清末的新政就开始搞立宪 俄国也是在1905年 就开始搞立宪 1905年沙皇 发表了那个十月宣言 就是 从此以后 俄国就有那个杜马就开始有权力了 是吧 当然了 俄国的立宪是很初步的 杜马只有否决权 是吧 没有立法权 立法权在沙皇 但是沙皇立了法和以前不一样 沙皇 以前说沙皇立了法就算数了 现在说沙皇立法不算数 是吧 说必须杜马通过 杜马如果不通过 沙皇就 对那个立法就 就不算数 结果后来 不是连续杀谎 几个 那个都 都被杜马否决了 所以后来才出现什么 斯托雷平反动时代 什么什么 是吧 那么这个我们不讲 我们只是说 到了19世纪到20世纪之交 民主政治就又开始上升 而形成高潮 我觉得就是 1911到1918年 这 短短一年时间 世界上五个最大最反动的专制帝国 同时都垮台了 第一个就是1911年的大清帝国垮台 第二个就是陈独秀欢呼的 1917年2月的俄罗斯帝国垮台 第三后几个就是1918年一战的后果 导致奥斯曼帝国 德意志第二帝国 和奥匈帝国 都同时垮台 这个事情是不得了的事 因为当时世界上专制国家很多 但是最大的专制国家就是这五个 是吧 就是那个 德意志帝国 奥匈帝国 奥斯曼帝国 大清帝国和 沙俄帝国 俄罗斯帝国 那么这个五个帝国在1911年到1918年 几乎同时垮台了 是吧 这毫无疑问是一波民主化的高潮 但是亨平顿对此却不予重视 亨平顿讲的第二波讲的是什么呢 我觉得这个也是挺有意思 他说第二波是二战以后的非殖民化运动中 出现的民主独立国家 是吧 他说以前 世界上很多地方都是殖民地 是吧 那么殖民地嘛 那当然谈不上什么民主不民主 是吧 那么到了二战以后 非殖民化就开始形成大产业国家 从二战以后到60年代 基本上都大部分都独立了 是吧 那么独立以后 这些国家 如果按照亨廷顿的说法 很多就变成了民主国家 的确也有一些变成了民主国家 像 最典型的当然就是印度了 是吧 那么以印度为代表的一批这些殖民化 在独立国家就成了民主国家 是吧 那么他说这是第二波 是吧 这个观点 其实你要看 也是美国第一的延伸 因为我在讲马克思的时候曾经提到 美国可能不一定是民主的源头 因为民主你还可以说归到希腊 归到什么大宪章 什么什么之类 但是美国的确是非殖民化的 是吧 近代殖民化独立的第一枪 就是美国人干的 这个 美国这个国家就是北美殖民地独立战争的果实 以后的反殖民主义 也是在美国首先成为意识形态的 我在我看马克思中曾经认识过 其实马克思是一个国际主义者 他强调的是移民自由 移民是什么 移民就是殖民 是吧 大家知道那个 Colony这个审栏的原始含义 就是我到另外一个地方去 这就叫做殖民 是吧 那么 这个 马克思作为国际主义者 他强调的是移民自由 工人无祖国和跨国的阶级团结 他只痛反人道的原始积累 并不反对殖民地本身 甚至对真正的殖民地 或者自由劳动者的殖民地还很赞赏 他对美国的青睐就是基于这一点 以后马克思的一些分支 像著名的卢神堡这些人 他们也仍然反对殖民地独立 他们只主张殖民地与中祖国的公民平等 工人团结 他们认为独立运动是不好的 独立运动会分裂工人 本来你大英帝国的工人阶级应该团结起来 结果你每个国家都独立了 无产阶级不就分裂了吗 所以卢神堡这些人是反对 他们认为搞独立那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 所以反殖民这个事 现在我们都说那是什么苏联人搞起来的 那完全是胡说的 苏联的确是列宁搞革命的时候 是巴不得俄罗斯帝国解体 那个时候他支持乌克兰独立 支持什么比谁都激进 但是从马克思主义的本身的理论体系而言 他和所谓的反殖民主义并不是一回事 真正主张反殖民主义的 在一战以后就是什么威尔逊这些人 包括威尔逊同情中国也是基于这一点 所以亨廷顿 这个美国第一论者把非殖民化和民主化混为一坛 化为一波 我觉得是不难理解的 但是长辞告诉我们 这个第二波其实是名不副实的 因为除了印度等少数国家 非殖民化和民主其实没有多大的关系 我们都知道战后独立的多数国家 即便宣称是共和国 但是本土的统治者 其实比前宗主国更加专制 很多国家是实际上是几十年后的 第三波民主化以后 才开始摆脱独裁 但是我认为当时有第二波 这个第二波就是我刚才讲的 从1911年到1918年间 世界上五大帝国 爱新觉罗家的大清帝国 罗曼诺夫王朝的俄罗斯帝国 霍亨索伦王朝的德意志帝国 哈布斯堡王朝的奥雄帝国 和土耳其苏丹的奥斯曼帝国 在短短几年中几乎同步崩溃 它的废墟上出现的一大批国家 起初都基本实行了宪政 或者至少宣布了以宪政为目的的训证 像土耳其就是搞训证的一个典型 怎么了 谢谢 好的 我们请秦老师稍微休息五分钟 喝点水 现场我们也调整一下机会 待会再接着讲 感谢各位网友 感谢各位 声音没有问题对吧 声音没有问题 没卡着 可以可以 没问题 没有出场所 让稍微细细的服务 拿点水 暖湿 热毛给你放点热 嗯 不可以了 太热了 可以了 我吃点水果 对对对对 我开盆窗不能起 对对对对 有点温的 我是讲的 讲的也 吃点水果 这么多人 大家把水果吃完了 是爱吃吗 直播别停啊 直播请晚上吃草 我们可以把镜头 变成吃播了 我们变成五分钟吃播 偶尔有时候可能 有部分地区的网友 他会觉得比较卡 这个时候请你刷新网页 一般刷新网页就可以了 还有好的朋友留言说 怎么打赏 目前没有这个打赏入口 大家不用打赏 就好好听课 感谢大家 请大家关注我们的 秦川业塔官方频道 转发出去 让更多的人听到我们的直播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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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是你吃个油脂吗 我 很多人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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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著吃了 等一下 這個東西有啥呢 說自己啥的 我們家好說啥的 我們家好說啥的 人家問我還說我啥 我說我怎麼就不放得起來 好多年明天還有 這個 你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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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合適 嗯 我就拿過去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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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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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播結束 現在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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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的網友如果出現卡頓或者是聲音出現異常的話請你給我們留言告訴我們卡頓的時候你先刷新網頁一般來說刷新網頁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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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讲到那个 从1911年到1918年的五大帝国 在全世界范围内几乎同时崩溃 废墟上出现的一大批国家 甚至第一次世界大战 后来按列宁的说法 很多人把它叫做不正义的帝国主义战争 但是我刚才已经讲了 在当时像俄国的革命护国主义者 和中国的陈独秀那样 很多人都认为协约国是民主阵营 同盟国是君主阵营 这个第一次世界大战不是什么帝国主义战争 就是民主阵营和专制阵营的战争 那么尤其是在俄国二月革命 把协约国列强中 唯一的例外的君主专制国家 就是俄国一度变成民主国家以后 那更是这样 在二月革命以后 包括陈独秀这些人都是认为了 贴板钉钉的 那就是民主阵营和专制阵营之战 而一战的协约国的胜利 也确实推进了欧洲的民主化 不管他们是不是有这个动机 但事实上就是这样 因为凡尔赛体系下出现的欧洲的那些国家 新的国家 就是在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版图上 出现的那些国家 清一色的当时都搞的是民主制度 一战约约国的胜利 确实推进了欧洲的民主化 可以说是1848年以后的又一次高潮 在威尔逊主义和普世价值的影响下 凡尔赛体系下欧洲出现的新国家 不是共和国就是君主炼国 战败国德意志帝国 废除了帝制 变成了德意志共和国 或者叫维马共和 奥匈帝国的宗主 奥地利 成为单独的奥地利共和国 帝国的工业区 杰克斯洛伐克独立以后 民主共和制度一直延续到1938年 匈牙利脱里奥匈独立以后 也一度成为匈牙利第一共和国 原俄罗斯帝国统治的 芬兰 乌克兰 爱沙尼亚 拉脱维亚和立陶宛 都成了共和国 而波兰则是由原来的 德蜀和奥蜀三个部分合并 全部服国 当时也是实行共和民主政策 另外两个战败国 保加利亚王国的国王费迪南 因为战败被迫退位并流亡国外 继位的鲍里十三世实行君主立宪 战前的反对派农民联盟 组织民选政府 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各个反对派 各个反对党 全部都合法化 保加利亚一度成为君主立宪国家 土耳其发生 凯末尔革命 推翻了奥斯曼帝国 成立了土耳其共和国 这个土耳其共和国 虽然没有马上实行 那个民主选举 但是它发动了 极尽的世俗主义革命 废除了政教合议和伊斯兰教神权 尽管凯末尔本人为了推行世俗化 和粉碎伊斯兰神权势力的抵抗 是吧 他说凯末尔的理论 很有点像森中山 他认为 在那个把 森中山认为把军阀搞掉之前 要有政 是吧 那个凯末尔认为 把要把那个 把那些穆斯林神权搞掉之前 也要有强人 是吧 就是靠那个军队 可能知道 土耳其军队是世俗主义的 是世俗化革命的 最重要的力量 是吧 那么 他说为了推行世俗化 粉碎伊斯兰神权 要搞训政 但是他宣布 要向宪政民主制度 后来证明不是空话 是吧 从凯末尔开始 土耳其的民主 就是基本上就是这样的 就是军人搞世俗革命 但比较威权 是吧 然后就搞民主 就还政于民 但是一还政于民 就导致那个穆斯林势力 就会起来 然后过了一段时间 那个军人就又来 打压一下 这个就是从那个时候 就开始了 天范尔体制下 土耳其出现了多党制 中自由和包括文字拉丁化 在内的全坛西化 使土耳其成了穆斯林世界 最进度的国家 而在战胜国方面 除了老牌民主国家 是吧 协约国本身就大部分 是民主国家 是吧 那么战胜国原来 有几个王国的 是吧 包括意大利王国 罗马尼亚国 和由塞尔维亚 合并前奥匈帝国的部分领土 主要就是克罗地亚 斯罗文尼亚和波斯尼亚 原来的塞尔维亚很小 这三个国家 就成了一个比较大的 叫做南斯拉夫联合王国 最早的时候 叫塞尔维亚 克罗地亚和斯罗文尼亚联合王国 最后这个国家的名字太长 最后就变成了简化为 南部斯拉夫人的王国 就南斯拉夫王国 这个王国也是实行君主立宪制的 是吧 他们都出现了多党竞选的文官政府 我前面曾经讲过三次的希腊 他的民主化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过程 但是在这个期间也出现了进展 是吧 就是所谓的维尼泽洛斯主义 维尼泽主义的宪政改革 也一度大有进展 还产生了昙花一现的第二共和国 那么这么来 在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欧洲 大部分土地上 无论战胜国还是战败国 都出现了一波民主化 与冷战以后的民主化堪有一笔 老牌民主国家因为战胜而成了榜样 这个民主国家的榜样 在协约国胜利的确是好像是很有说服力 因为那个打败的阵营都是一帮皇帝 然后打散的阵营除了俄罗斯以外 都是民主国家 那么老牌民主国家因为战胜成为榜样 帝国废墟上出新出现的波兰 奥地利 匈牙利 杰克斯洛法克 南斯拉夫 芬兰 爱沙尼亚 立陶 拉托维亚 昙花一现的乌克兰第一共和国 乃至战前已经有的帝王国家 德意志 俄罗斯 罗马亚 保加利亚 希腊和土耳其 都一度出现了共和民主或者君主立宪的事件 而在凡尔赛体系在欧战涉及的地方之外 这个民主潮流也是方形未岸 大家可能知道中国在一战以前就已经有了辛亥 民国的成立 日本的民治维新本来不是一场民主的运动 而是一个中央集权的运动 但是在一战以后一战大概一战同时的这段时间 日本也出现了所谓的自由民权运动 又被叫做大政民主 就是那个民治和昭和之间的那段时间 也是日本在战前最民主的时候 多党制啊什么都是很发达的 那么在三十年代一开始 还发生了西班牙的共和革命 也是推翻了专制建立了共和 同一个时期亚太地区 那个时候大部分是殖民地 只有三个独立国家 就是日本中国和泰国 那么日本发生了正民主 中国发生了辛亥革命 泰国也在1932年实行君主立宪 成立了所谓民党政府 就是那个实际上主要是一帮军人 但是这些军人都是平民 所以他们说他们是民党 而且他们夺权以后 在一段时间内 也的确出现了政党政治 当时那个国王啊 当时那军人啊 就逼这个当时的国王 泰国国王拉玛士 说你只有两条路可走 一个就是我们泰国 要么就变成共和国 要么你就把权力交出来 你就当虚军 结果拉玛士就宣布 他愿意当虚军 他有一句名言 为了使君主立宪 能够尽可能柔和的进行 我同意成为一个傀儡 是吧 就是国会的傀儡 这个才是世界范围内 真正的第二波民主化 众所周知 孙中山就是在这个时候 讲了那句很有名的话的 是吧 就是世界潮流浩浩荡荡 顺之者仓 逆之者亡 是吧 孙中山这句话 孙中山这句话 其实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 因为这句话的 原来的首集 到现在也找不着 是吧 他这个话是给一本书 提的词 这本书就是讲日本大政民主的 叫做 日本民权发达史 是吧 就是讲的那个大政时期的 日本民权的落实 后来这本书的出版很复杂 大概拖了好几年 结果这本书最后出版了 但是孙中山的题词 不知道弄到哪去了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 只是那个书上印的 那个手机 原稿是搞不清楚 是怎么回事 后来的说法很多 有的人甚至说是 国共合作以后提的 其实不是 孙中山这幅题词 是1920年 为日本大政民主化的那本书 就是日本民权发达时期的 是吧 那么 这个也就是在 发塞体系实行以后的 1920年 所谓世界潮流浩浩荡荡 这不就是第二波的典型描述吗 是吧 所以说 那个时候 是这个民主化是第二波 这个是 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 是吧 而且也正是在这个时期 民主这个词 在世界范围内成了 不容置疑的 政治正确 那我们知道 以前都不是这样的 大家可能 也听说过 克拉西这个词 在古希腊就是有争议的 是吧 像亚里斯多德 他就认为 克拉西很糟糕 是吧 只有雅典这些城邦 以此为标榜 而已 包括亚里斯多德 在内的很多名人 并不以此为然 即使在近代的 第一波民主化中 也就是美国的主流 和欧洲的左派 特别爱讲 是吧 我们现在有些自由派朋友 对民主 是在并不感冒 理由就是 好像左派比较喜欢 讲民主 这的确也是 是吧 19世纪的欧洲就是 不过在中国 现在很奇怪 你要讲民主 右派 是吧 左派呢 是坚决反对民主 是吧 这个当然 这是中国的一个 特色了 是吧 但是在19世纪的欧洲 是吧 说实在的 即使是共和制 即使是选举制度的国家 他们一般更多的 也还是讲什么 性呢 什么什么 不太谈民主的 是吧 谈民主 谈得多的就是美国 还有欧洲的左派 是吧 我前面讲了 欧洲的左派 包括马克思 很喜欢美国 这些也是原因之一 这个当时啊 有一个现象 在第一波民主化中 出现的那些国家 大量的 实质上已经是 民选多党宪政的国家 包括英国 荷兰和北欧国家 他们都自称是王国 并没有说 他们是共和国 或者说是民主国家 可是从第二波开始 至少在民意上 民主已经取代了 神授王权和世袭血统 成为唯一的合法性来源 是吧 从第二波以后开始 就没有什么人说 我的统治是 是神给我的 就是说我的统治 就是因为我的血统 特别高贵 是吧 今天大概朝鲜 是唯一敢讲什么 白头山血统的那种 那种国家 是吧 世界上专制国家不少 但是敢讲我们专制的理由 就是血统高贵 这个还是很少 有人敢这样讲 是吧 那个 至少在民意上 民主已经成为 几乎唯一的合法来源 以至于很多极端反民主的势力 也把民主做招牌 我们知道纳粹上台以后 就一度把日尔曼民主 当成对抗维马共和的话术 是吧 那个希特勒从来不说 他是专制的 是吧 他说他是民主 但这个民主和 安格鲁萨克逊民主不一样 和苏维埃民主也不一样 是吧 我们搞是有德国特色的民主 是吧 叫做日尔曼民主 他也要讲民主 后来苏联占领下的东俄国 都号称是人民民主国家 甚至连波尔布特连 和金家三代 都号称是民主柬埔寨 和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最专制的人都要自称是民主 可见民主当时已经成了个政治正确 不讲民主是不行的 那么这个是怎么来的 就是在第二波潮流中来 第二波民主成了大潮 所以孙中山说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 顺制者 顺制者昌 逆制者亡 大家都讲民主 老牌民主国家通过战争和战后改革 通过向推动相关国家的民主化 一战是一个很简直的例子 到了二战又重演了一次 简形的就是美国占领时期 对日本的民主化改造 以及战后非知名的潮流中 的确也出现了像印度这样的民主国家 是吧 这个亨顿顿说 这就是第二 第二波 我觉得这是不对的 但是也的确产生了一些 是吧 美国在战后初期 其实也是想在中国搞这一套 所以他一直撮合国共两党 是吧 要搞形线 是吧 那个那个 当时中国应该说是措施的一次机会的 是吧 如果那个时候国共两党 稍微高姿态一点 可能中国当时就是多党 是吧 这个 因为当时苏联 其实最早的时候 苏联也不反对 因为四五年的时候 当时冷战还没开始 反正这个机会也失去了 这个美国也是企图在中国这么搞 他们在泰国也是这样搞的 是吧 大家知道这二战后初期 泰国也出现了美国支持的自由泰政府 是吧 但那个也是很快就被军人政府给披翻了 是吧 那么亨顿顿把这个叫做第二波民主 叫做第二波 但是 我觉得一战和二战 二战和一战有个根本不同 那就是一战的协约国胜利 那是几乎就是民主政党 但是二战不一样 二战的最大获利者 是专制的苏联 在他的势力范围内出现的是极权的扩展 而不是民主化 同时为了在冷战中与苏联对抗 西方列强 尤其是英国 基于两害相权取其轻 也在冷战的相关地区和非殖民化地区 打击非共产党的 亲苏民主左派 是吧 这些国家在有 像英国 他们在有些地方是打压民主的 中国前面讲的希腊就是个例子 因为当时那个冷战很厉害嘛 这个民主国家往往是软弱无力的 没有办法对付苏联 能够对付苏联的往往是一些强人 是吧 那么当时西方基准战也需要支持这些强人 是吧 所以实际上跟一战不同的 就是一战凡尔赛体系以后 至少那个战事主 几个主要的战胜国 就是希望所有的这些国家都是民主之主 但是二战就不一样 二战的 那个那个苏联这个战胜国 至少他就不搞这一套 是吧 那个由于跟苏联要对抗 是吧 所以那个右派的强人 那个右派的军政府 也经常会得到 那个那个主要势力的支持 是吧 那么更重要的是 他们在 更重要的还是 非殖民化地区 大量的 并不是像印度那样 接受了民主化 而是原有的专制传统 在宗祖国撤退以后 纷纷打出 殖民主义的旗号 取得统治权 但是人民的自由反而严重的倒退 所以与亨顿顿的说法相反 非殖民化时期的民主潮流 其实远远不如一战前后 所以我说一战前后 那才是第二波 这是有道理的 但是我这里要讲 我们现在真正的任务 是要反思 为什么这第二波民主化 后来会失败 因为我觉得第二波民主化 其实是失败了 是吧 这波民主化后来的结果 是令人非常失望 新兴民主国家 或者宪政国家 后来少数变成了 左派集权 典型的就是 就是宿俄 多数像德国 意大利 西班牙等等 变成了右派集权 什么弗朗哥 莫索里尼 西特勒 还有些国家 是交替的出现了 左派集权和右派集权 典型的就是匈牙利 匈牙利在 1918年 奥雄帝国崩溃以后 曾经搞过一年半的 那个民主宪政 也是文官政府 但是这个政府就很不行 所以后来那个什么 杰克斯洛伐克 什么都打他 他就完全没有 完全没抵抗力 最后就是后来发生 第一次发生的是 共产党的苏维埃革命 成立了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 其实这个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 我挺有意思 它最有名的口号 不是什么 无产阶级解放 而是要重新振兴匈牙利 是吧 因为当时匈牙利在一战以后 被整得很惨 是吧 那个那个原来很大 不说奥雄帝国解体了 就是原来的匈牙利 其实也解体了 是吧 匈牙利人住的地方 当时大概有60%都不在匈牙 后来的那个匈牙利的那个版权内 所以后来匈牙利出现 很强的那种 扶仇啊什么 类似于后来米洛舍维奇的那种那种观点 当时那个民主政府没有能力这么做 结果后来 那个那个苏俄就说 那个那个那个像贝拉库恩那样的匈牙利共产党提出的口号就是 就是要 要重新使匈牙利能大起来 是吧 于是就就在匈牙利夺了权搞 红色恐怖 是吧 但是最后因为那个 像罗马尼亚像他周边的那个国家 在西方支持他 在西方支持下就把这个打败了 打败以后就出现右派集权 就是霍尔地的那个 建石治党的集权 一直到后来就成为纳粹的同盟者 是吧 大家知道匈牙利到二战的时候 是加入了轴心国的 是吧 那么匈牙利就是交替的出现 左派集权和右派集权 真正存活下来的民主体制 后来又受到那个1929年 那个那个大萧条的升级 是吧 那么真正存活下来的民主体制 可以说是寥寥无几 后来不是内部原因 一直维持到民主制度的 其实只有一个国家 就是杰克斯洛伐克 但是杰克斯洛伐克后来到了1938年 被西方给吞掉了 所以几乎这个第二波的这民主国家 在欧洲可以说是全军覆没的 那么中国的辛亥革命 是世界范围内的这第二波民主化的 第一声春蕾 是吧 我刚才讲的第二波民主化 所有的这包括五大帝国的崩溃 也是在中国首先出现的 所以很多人都说中国多么 有专制的传统 其实在某些方面 中国在民主化层中是 挺走在前面的 第二波民主化的第一炮 就是中国人打的 那么中国派革命是世界范围内 这第二波民主化的第一声春蕾 但后来两次出现帝制伏笔 新文化运动正是受这个刺激的 自由民主派为抵制专制伏笔而发动的 当时的自由民主派认为 政治民主没有国民思想上的进一步 就没办法成功 因此很自然的新文化运动兴起不久 他们听到第二声春蕾 就是1917年俄国的二月革命的时候 感到很振奋 并且隐为同调 所以我觉得这是很自然的事 那么二月革命以后的俄国 曾经被看作是世界上最自由民主的国家 的确是这样 从二月到十月俄国是 不仅比沙皇俄国自由 而且比同时期的几乎所有国都自由 任何人都可以办报纸 都可以说话 都可以组织政党 都可以参加选举 那个时候是被看作是世界上最自由民主的国家 但是很不幸 它也是民主失败最快的国家 十月革命本身就是一场政变 但是政变之初 列宁还表示要继续搞全额大选 然后两个多月以后 在列宁政府自己组织的大选中 他这一派失败了 惨败于同样是社会主义者的反对派 恼羞成怒的列宁 立即派民驱散了大选产生的全额议会 这个我前面讲过 那么列宁的这个做法 当然就引起了很多俄国知识分子的强烈抗议 其实俄国的左派知识分子 当时抗议列宁这么做的也是多数 其中的一个代表人物 可能大家知道就是高尔基 那么高尔基在1918年 列宁用武力驱散国会的时候 他写了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里头有一句很有名的话 叫做来福羌驱散了近百年来俄国最优秀分子 为之奋斗的梦 俄国一百多年来俄国最优秀的分子 都希望建立民主制度 但是被列宁给破坏了 给武力镇压了 愤怒之急的高尔基 在连续发文痛斥列宁之后 泰然出走流亡西方 一忙就流亡了十年 那么我们可以想到陈独秀当时的痛心技术 应该也不下于高尔基 所以石油铭医生炮想 其实最早给陈独秀留下的是非常恶劣的印象 这个应该是没有问题 但是很有意思的是 两年以后 陈独秀就完成了一次思想大转弯 开始拥抱 用来福枪驱散民主梦想的列宁 而高尔基 在此后的十多年里 也从列宁掌权以后奔而出走 乔居异国的不合时宜者 经不住第二波民主化 在全欧普遍失败的打击 后来就回到苏联 变成了斯大林的狂热的拥顿 这两个人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 代表着两个民族在这个时期的一个转变 那么原因何在呢 一季以来 人们提出了种种的解说 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讲 这些解说成为这两个国家 我这里指的是中俄国 北年史 至少北年思想史的一个核心议题 那么这个解说 这种解说的一个总体趋势 我觉得很有意思 全世界都是这个趋势 就是从一种普世性的解说开始 越来越演变成一种 特殊文化的解说模式 就所谓的文化决定论的解说模式 俄国就是这样 大家知道转变以后的十月革命 曾经被人认为是具有普世意义的一场革命 这不是俄国的道路 而是人类的道路 用当时俄国自己的 托洛茨基的一句话说 十月革命开辟了 人类历史新纪元 当时全世界的左派很多人都相信这一点 十月革命是代表了人类的方向 但是过去一百年 苏联现在解体了 今天的很多人解释十月革命 不管是赞成十月革命的 还是反对十月革命的 几乎都认为 它是俄罗斯独特化的结果 没有什么人在提什么 什么十月革命的普世性这个说法了 那么今天的这些人 都把它当作普世价值的对立面 他们越来越强调这场革命的 俄罗斯或者斯拉夫的特殊文化的背景 区别是什么呢 区别有些人说这个文化很好 就像我们现在讲的 这个什么是优秀的灿烂的 所以解除了十月革命这么伟大的果实 那么有些人说 这就是俄罗斯的劣根性 那么劣根性就造成了十月革命 这样一场邪恶的倒退 包括普京 他也是属于后者的 我们知道普京 发动对乌克兰的侵略的理由 就是乌克兰本来就是伟大杀俄的 后来被大坏蛋列宁给搞出去了 是吧 我们现在把它收回来 就是要恢复恋龄捣乱的后果 是吧 那普京当然是大骂十月革命的 是吧 所以中国现在支持普京 是一个在意识形态上是一个很滑稽的事情 但是不管怎么说 是吧 今天的俄共 是吧 就是普京的主要的反对党 今天的俄共仍然是支持十月革命 但是他支持十月革命的理由 不再是什么十月革命是什么传人对的道路啊 或者是什么无产阶级革命啊 是吧 俄共现在说 十月革命是列宁把俄罗斯思想发挥到极致的结果 是吧 讲的简单一点就是 列宁才是这个斯拉夫主义的老祖宗 是吧 那么 当叶利清失败的那些许多的自由主义者 当然是反对革命的 是吧 那么他们就把十月革命当做 就像我们现在经常讲的那个 那个中国后来的民主挫折 就是因为中国人的劣根 是吧 那么他们也说 那是因为俄罗斯传统的劣根性而导致的 不管赞成十月革命的还是反对十月革命的 现在都在大讲俄罗斯的 那个那个独特的文化 是吧 有的人说俄罗斯独特的文化很坏 所以出现了十月革命这件坏事 有的人说俄罗斯独特的文化很好 所以出现了十月革命这件好事 但是总而言之 这和普世的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关系 没有什么人说这是什么具有普世意义的 那么中国就更不代言 这个大武士转型前 中国人当时都认为中国走向民主是一个普世的道路 那么后来转向了他们也认为这是个普世的道路 就是从所谓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 是吧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些人认为是反封建 反封建是一个符合五种社会形态的 是吧 那么社会主义也是这样 是吧 所以他们当时都是大骂那些 说中国有多少特殊 哎 这个没电了 你们你们把它插一下 啊 大五是转向以前的民主与科学 和转向以后的社会主义 都曾经被认为是追求普世潮流 那个时候中国人都不讲什么特殊的 最典型的是郭沫若 在1926年写的那本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代表作 叫做中国古代社会分析里头 有一句名言 这句名言现在应该就算是历史虚无主义了 因为它是完全否定所谓的中国传统 有什么特殊性的 他认为中国人就是人 不是什么别的 这是他的原话了 郭沫若那个时候曾经反驳 一切关于中国特殊性的说法 他的原话是 中国人有一句口头谈 说我们的国情不同 这种民族的偏见 差不多每个民族都有 然而中国人既是神 也不是猴子 中国人所组成的社会 不应该有什么不同 也就是说 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普世的 不管是民主也好 社会主义也好 都是普世的 但是到了今天这些说法 就算不觉想 也已经弃弱尤斯 无论对转向的包方还是扁方 新文化运动所针对的 所谓的传统文化 或者说是独特的国民性 都已经成为解释运动转向的主要进路 这些人现在他们都非常强调中国的特殊性 那么有些人说 好像原用鲁姓的说法 是因为中国人有劣根性 所以启蒙就起不成 启蒙好像在全世界都是很成功 就是在中国特别失败 那么有些人说中国是优根性 所以大家知道现在就是主书了 包括著名的甘阳先生 还创造了一套叫做什么 通三筒的理论 试图在孔夫子和孔子的极端反孔 把孔子的墓都挖了的 毛泽东之间建立一套 所谓的那个什么一以贯之的 什么那套东西 那个什么孔夫子到毛泽东的伟大传统 而且是很独特的传统 世界上其他国家都没有的 只有中国有 所以以前有孔夫子 现在有毛泽东 是吧 将来还有某某某 是吧 总而言之 这也是独一无二的 是吧 也就是说现在 是吧 这个解释中国的历史 也变成一种很独特的说法 当然这个独特 包括有的人说是优根性 有的人说是劣根性 用当年郭沫若的话来讲 就是有些人说中国人是猴子 有些人说中国人是神仙 总之就不太像人 不是比别的人都更伟大 就是比别的人都更渺小 就变成这样一种状态 现在 而一种人同此心 心同此的角度来解释转向 好像就变得越来越过时了 但是如果我们不是只看中国 或者看俄罗斯 而是放眼全世界 我们就觉得像这样看 是没有什么道理 因为我刚才已经讲了 虽然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传统 都有自己的特殊因素 每一个国家的民主的 脏潮和退潮都有很多具体的 不见 但是从宏观上看 1911到1918年间 东西方五大帝国几乎同时崩溃 而出现民主宪政的事件 到1930年代 大多数这些事件 又都次第受挫失败 30年代是民主的至暗时刻 这一点是没有问题的 这个世界 这个我刚才讲的第二波民主化的结果 的成果几乎都断送了 而且这些国家往往变得比民主化以前还要端置 那么有些人当时都非常之悲观 甚至有些人都自杀了 就像赤维格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 觉得人类从此万绝不复 根本就没有任何希望 他也不愿意活在这个世界上 那么他当时当然不会想到 所以后来那个冷战以后像那个福山写的那个什么历史的终结 说民主就最终胜利了 这种民主绝对没有希望了 和民主最终胜利了 这种很乐观很悲观的 这历史上都曾经出现过的 但是1930年绝大多数这些时间又都次第失败 导致打着不同左右招牌的极权主义在世界各地兴起 这无疑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 我觉得用某种特殊文化来解释 显然是说不通的 如果你说中国出现了这个现象是因为中国特殊 俄国出现了这个现象是因为俄国特殊 那当时世界上还有什么不特殊的呢 所有这些国家几乎都出现了这一类的现象 应该说第二波民主化的兴起和退潮 迄今没有得到完美的解释 过去普世主义的社会阶段论 就是马克思主义有一种所谓五种社会派的 这个普世的那种进化的理论 现在已经没有什么人相信了 但是回到特殊主义的文化类型说 难道就是正确的吗 我前面已经讲了 当时不同文化背景的五大帝国 这五大帝国都是文化大别很大的 我大清据说是相信儒教的 是所谓的儒教文化 而德意志 当然德意志要改革以后 一直就没有哪个宗教是统一的 德国始终是有一部分人信天主教 一部分人信新教 不过我们知道 1870年统一的德意志帝国 是由信新教的普鲁士来完成的 普鲁士毫无疑问是个新教国家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你也可以说德意志帝国是一个新教国家 天主教主要是在奥地利那一块 就德国而已 那么新教的德意志 儒教的我大清 天主教的奥匈帝国 东正教的沙俄 和伊斯兰教的奥斯曼帝国 几乎都同时出现了专制的危机 发生了走出地质的过程 你说哪一个国家的文化是独特的 但是除了个别国家以外 他们接着都奔献我们今天讲的叫转型危机 就是地质垮了 但是民主建立不起来 或者说是不能够走向正规 他们接着都深陷转型危机 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 这一波的民主进程几乎都出现了 这一波国家的民主进程几乎都出现了实质性的逆转 信新教的向德国 信天主教的向意大利奥匈 信东正教的向俄国和南斯拉夫 欧洲国家 不管你信什么的大概都出现了这样的过程 亚洲的儒教中国 神道教日本 包括信小城福的泰国 这是东亚三个独立的国家 从来没有做过殖民地的国家 也是这样 甚至一些在中世纪都没有专制传统的国家 比如我前面提到的波兰 中世纪它实行的就是自由选王制 贵族共和国 欧洲中世纪波兰的国王就是选举 不是世袭的 当然这个选举是一些是贵族的选举 那个时候他就没有专制 但是在两次世界大战间 仍然出现了带有很浓厚独裁性质的 撒纳其体制 当时苏联的当时那个 铁腕人物就是他的军队统帅 就是毕书刺激元帅 他是实行军政府统治的 这个体制他的说法叫整顿 整顿就是Sanaki 就是波兰语的Sanaki 什么叫整顿 就是认为他认为民主搞得乱糟糟的 一定要有一个特权的来整顿一家伙 结果一整顿就搞得 波兰比那个中世纪还要专制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还有一些国家古代有专制 但从来没有那么疯狂 就像号称理性民族的德国人 不但从限于专制 而且还限于从来没有过的监狂 就是那个纳粹那个事情 当时在欧洲 除了几个老派民主国家 经得去考验一半 第二波国家没有发生民主失败的 我这里指的是没有从内部发生民主失败的 只有捷克 我前面已经讲过 捷克一直到被斯大利 被齐特勒占领的时候 他还维持着宪政民主 但是这也只是唯一的一个 而且他后来也被斯大林给搞掉了 那么这么一来 同一时期中国在辛亥革命以后的 宪政实验也遭到严重的挫折 这显然就不能仅仅说是中国文化的特殊性 不管你说是优根性还是劣根性 你解释这个转变都是很难成立的 如果你说中国有这个特殊性 那为什么其他国家也是这样呢 实际上这个现象并不是中国特殊 那么还有一个说法 很多人说啊 这些国家的第二波民主化的衰落 或者民主制度的不成功 是因为这些国家在国际上受到不公正的待遇 在中国说法就很盛行 因为很多人说 那个武士运动新文化运动 那些人想学西方想搞民主 后来在巴黎和会被西方出卖了 所以这些人一下子就对西方很反感 就去相信俄罗斯了 这个说法我前面已经讲了 首先用来解释中国本身就搞不 就解释不通的 是吧 因为你说武士西方 在那个巴黎和会上 西方的确是做得不地道 没有为中国主持公道 是吧 讲的简单点就是日本要抢青岛 西方各国也同意了 但是西方各国本身并没有侵略中国 是吧 他只是没有主持正义而已 而西方在鸦片战争以后 几次跟中国打仗 那中国人还愿意学他 是吧 你又怎么解释呢 难道巴黎和会时期的西方 对中国比鸦片战争 比什么 从鸦片战争到八国联军 还要更什么吗 是吧 我们知道到了那个 到应该说从八国联军 其实是因为那个 那个慈禧太后进攻 就是要杀人家的大使 就是 大家都知道 包括搞的那个什么反洋教 其实杀的百分之九十几都是中国人 是吧 而且这个八国联军中的日本俄国其他 其他那六国出的兵很少 本身也没有什么别的要求 就是俄国和日本 是真的是有那种对中国是有零存要求的 是吧 那么西方列强 其实从那个第二次 我们应该叫英法联军之役吧 英法联军之役以后 他们其实主要是要维护已经有的一些权益 不愿意轻易放弃 要继续扩大权益是都已经没有了 是吧 就是那个 有这种继续扩大侵略的只有俄国和日本 是吧 可是你中国人以后偏偏是很多人喜欢学日本 喜欢学俄国 是吧 你这个和毛泽东有一句名言嘛 说中国人不学西方 是因为西方欺负我们 是吧 他有一话讲叫做 中国人把西方当做先生 可是先生老要欺负学生 那先生欺负学生又不是从巴黎和会开始的 是吧 从鸦片战争他就欺负你 而且正是因为他欺负你 你才学他的 是吧 那怎么到了巴黎和会 你就 你就突然间 他巴黎和会他也没有欺负你 他只不过就是没有为你两肋插刀就是了 是吧 所以我觉得这个说法是 是说不通的 而且我这里要讲这个说法更说不通的一点就是 那巴黎和会如果我们真的拿回了青岛又怎么样 如果我们没有受到欺负又怎么样呢 是吧 大家知道 很多人都认为 民主化的失败相关国家在凡尔赛体系中得意与否 也就是所谓救亡与否 是有关的 是吧 很多人说武士启蒙的失败是因为救亡压倒启蒙 是吧 是因为巴黎和会 是因为中国对外吃了亏 是吧 什么什么什么等等 是吧 那么的确也有些人说 战败国也有这样的问题 是吧 大家知道希特勒上台跟那个德国人一战以后 战败以后产生的那种复仇也是有关的 是吧 的确 一战以后德国是搞得很悲惨 是吧 维马共和国时期那个经济一直就没有办法翻身 那个 那个希特勒能够上台和这一点是也是有关系 是吧 我们也可以说战败国 德 澳 匈牙利 土耳其 和保加利亚 民主化的失败 很多人认为 都与战败以后 遭遇战胜的欺负 产生救亡或者复仇的诉求 而走向军国主义 是吧 和这个是有关的 那么匈牙利和俄国就尤为解决 是吧 这两个国家在 凡尔赛体系中也是 当然俄国没有参加凡尔赛体系 但是它是也是在一战后 土崩瓦解 是吧 那个 发生内战 是吧 这个 是吃了很大的亏的 那么中国是胜国 但是在巴黎合会中吃了亏 是吧 民主失败也曾经被解释为 受到外界的欺负 号称是救亡压 但是我当然大家知道 我不同意这个看法 除了其他理由以外 我这里还要说 那假如战胜国又怎么样 尤其是巴黎合会中的获利者 又怎么样 我们知道巴黎合会 说是中国受欺负 其实主要就指的是日本 是吧 这个德国占领的青岛 没有归还中国 而被日本拿走了 但是日本呢 日本本身它的大正民主 不也失败了吗 是吧 在欧洲大战中得胜 并且获得重大利益的 最典型的是三个国家 一个是意大利 它却获得了赔款 而且在领土上 也收获了很多 是吧 它从奥匈帝国那里 获得了南蒂罗尔 福姆 是吧 意大利至今为止 还有三个州是讲德语的 是吧 这三个州 就是那个南蒂罗尔 南蒂罗尔州 是吧 还有那个现在 以前叫福姆 现在叫蒂里亚斯特 这都是从奥匈帝国 拿到的 讲德语的领土 当然最典型的是南斯拉夫 南斯拉本来是塞尔维亚 那是个很小的国家 在战胜以后 它兼并了元属奥匈的 是吧 我刚才讲的那三个国家 斯洛尔尼亚 克罗地亚和保加利亚 它的国土主权大爆发 是吧 塞尔维亚变成南斯拉夫 领土扩大为原来的近三倍 是因战胜而领土收获 最大的国家 还有就是罗马尼亚 罗马尼亚参加协约国 得到了很大的奖赏 从奥匈那里得到特兰西瓦尼亚 从保加利亚那里得到 北多布罗家 从帝俄那里收回了比萨拉比亚 以前的罗马尼亚人 他在中世纪晚期有三大公国 就是现在罗马尼亚的 三个组成部分 就是瓦拉吉亚 摩尔多瓦和特兰西瓦尼亚 后来到了一战前 特兰西瓦尼亚被奥匈拿走了 摩尔多瓦的一大半 被俄罗斯拿走了 二战以前 一战以前的罗马尼亚 其实很小 只有瓦拉吉亚和摩尔多瓦的一部分 但是一战以后 罗马尼亚的领土 扩大了差不多一倍 它从原来的一个半 这三个公国中的 它只有一个半 就是瓦拉吉亚加上一半的摩尔多瓦 那么到了一战以后 它等于是三个公国都统一了 特兰西瓦尼亚和摩尔多瓦的一半 它都收回了 它也是 从领土来讲 它的获益仅次于 萨尔维亚 但是这些国家在此后的十多年 不也是从宪政走向了专制吗 所以单纯讲中国文化导致民主失败 是不能成立的 而在全球背景下 讲旧王压倒启蒙 恐怕也很少解释力 这个就是我们要研究 第二波民主化为什么会失败的一个原因 而且这种研究 我觉得在世界上 现在也还并没有一个能够有说服力的 甚至连这个是不是第二波 是不是发生过第二波的衰落 像那个恒金灯那样的人 连这些他都 连这个事实他也没有理得很清楚 所以我觉得 我们现在要谈论民主的前途 不仅要谈论民主是如何兴起来的 当然也要去 尤其是在民主本身处于低潮的时候 那么就更有必要去谈论这些事 那么我刚才讲了 第二波民主化是一个全球性的现象 它的衰落也是个全球性的现象 但这并不等于说中国没有它的特点 那么研究第二波民主化的 那个问题要有全球眼光 但是对于中国而言 我觉得也是我们也要有一些新的看法 那么我刚才讲的新文化的转向 的确或者我又用另外一个词 叫做启蒙的异化 这的确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那么我当然在这个场合 我们不能全面评价新文化运动 我们也知道这个运动在1920年以后 其实是分化了 其中以胡适为代表的一支 后来虽然与蒋家的党国威权政治 有过妥协和合作 但一直没有放弃自由民主的初衷 后来经过雷震银海光和台湾的民主化运动 终于可以说在宝岛修成了正果 但是就大陆而言 这一支并没有变成主 新文化运动的标志性刊物后来新青年 后来变成共产主义刊物 这应该被视为新文化运动主流转向的标本 他所体现的以陈独秀为代表的这些人 从自由主义者转变为列宁主义者 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案例 那么这个案例的特殊在哪里呢 我觉得一个很有意思的就是 我们可以把它和俄国人的一个转变 做个对比 而有一个人就是我前面讲的高尔基 对于俄国二院民主的失败 这两个人可以说都一度痛心记守的 这两个人都是非常支持二院民主 陈独秀应该是一个自由主义者 尤其是他对一战的整个这个判断 是标准的自由主义判断 把一战看成是民主阵营和皇帝阵营的一场战争 这是当时欧洲自由主义者的普遍的看法 欧洲的左派社会民主主义者也有这样的看法 当然他们对协约国不见得有什么好感 但是他们对这个俄国应该走向民主 这个也是没有问题的 高尔基这个人应该说他就是个社会主义者 也可以说他是马克思主义者 高尔基很早就参加了俄国社会民主党 而且他在社会民主党后来分裂成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派以后 他其实是不主张分裂的 所以他不能说是布尔什维克成员 但是在这两派中他毫无疑问是非常亲布尔什维克的 而且很大程度上布尔什维克 他是布尔什维克的大金主 因为高尔基这个关于高尔基的很多说法是不对的 说高尔基在沙俄时期因为他是左派作家怎么受排斥 其实哪里 高尔基在沙俄时期是个大财富 因为他是文豪 他的稿费非常的多 很有钱很有钱 所以他大量的钱是用来资助布尔什维克的 布尔什维克的党校当时就办在意大利 意大利纳布勒斯附近卡普利岛上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布尔什维克派办的卡普利党校 这个党校就是高尔基出钱搞的 所以他对布尔什维克是有功之成 列宁也很尊重他 但是他对列宁取消 他对列宁 那个摧毁俄国的民主 就是用来福枪粉碎了俄国近北年最优秀分子的梦想 是深恶痛绝的 所以印度之下他就去国 但是他后来也发生了一个转变 那么到了1935年他就又回到苏联 1936年他就去世了 当然在回俄国定居之前 几次短期回苏联就已经讲了很多乱七八糟的话了 最有名的就是去格宋 胡拉格 那个就已经做得非常之出格了 那么我这里讲的是啊 这两个人都原来是个民主派 后来就转向列宁主义 史大林主义 但是最有趣的是 这两个人转向的难度 如果你仅仅从思想来讲的话 像高尔基这样的一个人他原来就是社会主义 而且原来就是他虽然本人不是布尔什维克的成员 但是一直是很亲过的 而且他肯定是马克思主义者 这点是没有问题 因为马克思从 马克思主义从普雷哈诺夫传到俄国以后 主流就是孟茨威社 不是列宁的意思 但是高尔基从大骂列宁 从非常痛心俄国的二约民主被摧毁 一出国就出国了十年 他那个转变用了 用了十多年的时间 从1918年一直到大概是1933年 34年他开始说史大林的好话 是吧 到了1935年回到苏联去定居 大概经过了十多年的转变 而陈独秀 他在他在1919年以前应该说不是社会主义 甚至都不是社会民主主义 他应该就是一个自由主义 是吧 当然他那个自由主义比较激进 但是他毫无疑问 当时对社会主义是没有什么 但是你就说他从一个社会主义者变成一个列宁主义者 只花了两年时间 而且更重要的是高尔基从骂列宁 奋而出走 到后来回去拍史大林的马屁 是吧 这个过程是很多人都指责他的人格 是被 是堕落了的 是吧 连他自己其实内心也有这样的那个 那个看法 但是对于陈独秀 似乎没有人说 他自己也没有这么认为 是吧 他这个转变是基于什么 是基于出卖人格 还是什么什么之类的 是吧 当然了 陈独秀加入第三国际以后 的确是很受气 是吧 但是那是以后的事情 是吧 在他发生这个转变的时候 他并没有觉得有多大的痛苦 别人也没有觉得这是 这是一个多么大的一个 一个屈辱的事情 是吧 别人也没有 至少在一开始也没有说 他是为了施力 是吧 而跑去那个 投靠那个 是 而跑去投靠列宁的 是吧 所以这里头就有一个问题 我觉得 有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就是为什么一个自由主义者 变成列宁主义者 只用了两年 而且好像是很自然 是吧 而这个一个社会主义者 甚至还是一个准布尔示威主义者 是吧 跑去 从马列宁到跑去拍 斯大林的马屁 是吧 这个如果仅仅从意识形态来讲的话 这个变化应该说要小得多 但是 高尔基 确花了十几年的工夫 是吧 这的确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 而且这个问题是不能通过 什么救亡啊 压倒启蒙啊 这种爱国主义来解释 是吧 为什么呢 因为道理很简单 如果用这个东西来解释 高尔基倒是有一定理由的 是吧 因为高尔基 骂列宁的时候 俄国正处于内战阶段 是吧 大家知道1918年的俄国是一个什么状况 当时是雪流成河四分五裂 到处都在打仗 是吧 但是到了 到了他开始对 那个俄国共产党开始 开始就是有好感了 是吧 开始说斯大林的好话了 是吧 到了1929年他开始转变的时候 是吧 到了1935年他就彻底转变了 但是大家知道1929年的时候 俄国至少是 一个和平的国家 是吧 尽管斯大林多么专制 但至少那个俄国已经是统一的国家 而且已经出现了高速工业化 是吧 俄国从1927年开始进入工业化阶段 是吧 那么在 在那个 高尔基的那个 最后的那个阶段 当时苏联经济的确是 当然 当时苏联 人民的生活非常的苦 还发了大饥荒 但是工业化是搞得同身随形的 是吧 所以你说 那个 如果说 救亡压倒启蒙 是吧 这个奥尔基发现 斯大林是可以救亡的 是吧 把一个内战的俄国 变成了那个 正在向工业化迈进的 这还情有可原 可是陈独秀在1919年发生这个转变的时候 你说俄国究竟有什么是他看到的呢 俄国那个时候有工业化了吗 没有啊 1919年的时候俄国还是处在内战之中 是吧 那个时候的俄国说实在的比中国还要乱 比中国流血还要多 是吧 俄国的内战死了一千万人 是吧 当然比起二战的人还是少 俄国真的是死得起人的 是吧 那个那个 那个中国的所谓军阀混战的规模 都没有俄国内战那么大 是吧 所以你说 如果说旧王压倒启蒙 这个陈独秀从哪里寻找旧王的 那个药方多好 是吧 他到处在内战分裂 陈王魏普的俄国去寻找 旧王的药方 这不是有点匪夷所思吗 是吧 你说高尔基到了斯大林那个时代 他去寻找 他觉得斯大林能够旧王 不管你怎么专制 但是能够救王就可以 是吧 这还可以理解 所以这个事情 我觉得的确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 是吧 那么我今天要讲的就是 我们对于这第二波民主化 现在看起来 无论是对 无论是在世界范围内 还是在中国范围内 都有很多值得研究的东西 是吧 这个这些研究 对我们现实的这个中国的社会短情 也是非常具有参考意义的 是吧 那么关于这个研究的一些 一些结果 是吧 包括我自己的一些思考 那就我们以后来谈这个问题 我只是说 这个第二波民主化的反思 无论在世界范围内 还是在中国范围内 都是非常值得研究的 我就讲的分 谢谢大家 谢谢网上的 诸位朋友 今天跟着我们 听这个直播 完成这个讲课合同 感谢大家 因为时间关系嘛 本来我 准备了 大家留言的 二十多个问题 我们从 网友在YouTube上的留言 还有在我们的 Telegram群组里边的留言 还有一些私信留言里面 挑了一些 之前没怎么 秦老师没太多讲过的那些问题 但是今天时间关系 就不让秦老师回答了 早点让老师休息 等之后 再请秦老师 通过直播或者录播的形式 来回应一下 这些志工 还有网友们的提问 感谢大家 祝大家新快乐 现在 感谢 一千多人 好 我们的直播结束 今天到此结束 之后 我们在YouTube上 还会再做直播 或者录播 请大家多多转发 多多支持 谢谢 哎呦